没有被大家选为去墾丁的一个原因 最大的原因都还是因为 变运过高 无论是住宿还是当地的消费 不要就丢一句 墾丁的住宿就是贵 我觉得这些民宿或办定业者 应该强调他们的设施跟服务品质来定价 这是供需问题 这个办定它提供什么 让我愿意花这个钱 这才是重点 墾丁竟然爆出许多乱象 在网路上引发热议 许多民众表示 宁愿花钱出国 也不想选择到墾丁旅游 曾经的国旅圣地 如今却渐渐不再受国人亲爱 肯定到底怎么了 而拥有十多年旅游工作经历的旅游达人 杰飞亚娃也受访分析 肯定没落的原因 这几年大家都在讲永续 我觉得无论现在旅游业者 或者是饭店服务业者 或者是跟其他相关的产业的话 他们以永续带入旅游 就是我们讲的永续旅游 这件事要开始做 所以我在其他国家会发现 整个饭店会有所谓的 就是责任式的饭店 一个组织去认证他们所做的东西 例如你在你的饭店里面 必须符合永续的精神 你要有一些怎么节能 怎么减碳 减缩这些行为 还有包括管理的部分 这些要跟在地有友好的连结去认证 然后如果政府是在这个组织上 可以把大家做一个好的管理规范 我觉得是乐见其成的 那就像现在我们讲的这些管理规范 不是只有饭店本身 你包括day tour或者是说 比方讲的沙滩上面大街的那些商店 餐厅也好都可以被规范成一个 大家可以去常去经营 或者是跟观光客并存的 这样子的观光圣地 最重要是要非常重视 原来肯定有的国家公园 自然保护区 还有这些天然的美景 就是要维护好观光客才会去 可是千千万万不能造成 所谓的人满为患 这问题就产生了 所以环境治理是很重要的 如果这些规范出来 又没有人去管理那就形同虚设啦 对不对 例如我们讲的沙滩上面的一些洋散好了 你看起来就是乱 最重要是影响观光客的权益 比方说我不一定要租这个洋散 所以一整个一致性其实有规范 但是管理并没有把这件事情做好 所以才会有很多那种业者觉得占地为王 这里就是我的 你们观光客没来租就不能来这个区域 那凭什么 所以会有很大的一个反弹 所以我个人觉得管理不当 或者是环境治理上面没有做得好 那你再好的先天条件 其实都是枉费的 还有我们也必须是永续观光客 说真话 很多的一个素质就是来自 你有没有对这个环境有热衷的喜好 你爱护它你就不会乱丢垃圾 你就不会破坏原来这么漂亮的美景 所以我个人觉得除了业者政府 其实还有一个部分就是个人自身 你要当一个有序观光客 你要符合这些 我们第一个垃圾不落地 第二个说真话 你尽量要维护这个环境 也不是单单是业主的责任 我们有事